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dashop 就可以帮上忙啦 Codashop 和 Ryan 你后友 Tinder 还有许多游戏都是官方合作伙伴 提供多元的支付方式 像是LinePay 电信小儿支付 Gash 最重要的是 不用注册 不用登录 所有的操作 还有图文教学 轻轻松松 简单不啰嗦 Codashop 可以让你不着痕迹的清空愿望清单 呵呵呵呵呵 采放资讯栏有连结还有更多的细节 欢迎点击查看 那接下来就赶紧开始这次的游戏新闻吧 PS5 在这个世代特别吵 没有沿用以往的全黑色系列 反而推出了黑白拼色的超亮眼路由器 两侧白色的990口护盖 还特别做成了可拆换的设计 原本以为索尼应该很快就会推出黑色的主机护盖 让习惯看到全黑色的PlayStation的玩家来做替换 没想到等了又等 是有等到全黑色的DualSense控制器 但是就是迟迟等不到官方推出的黑色护盖 这当中还有专门做外壳的品牌 趁着索尼的这段空窗期 做出长得很类似的第三方黑色护盖 结果被索尼直接告上法院去了 终于等到了11月左右 有消息说索尼对于主机护盖的专利终于申请下来了 当时大家就在猜 这代表索尼应该很快就会推出黑色的主机护盖 没想到还真没有猜错 才过没几个礼拜 索尼终于推出了官方的主机护盖 而且不只有黑色 还有其他一堆五彩缤纷的颜色 名字也都取得很炫炮 有午夜黑 星辰红 星幻粉 银河紫 星光蓝 所有的颜色都还可以买到相对应的DualSense控制器 不过这套新的主机护盖也不是太便宜 要价75美元 目前所有的主机护盖都是只有单色系的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推出旗下游戏的限量款 或是跟什么品牌合作的特殊版本之类的 不过对我自己来说现在烦恼这个还太早 因为我连PS5都还没买到 已经有次世代主机或者打算要入手次世代主机的玩家 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过 次世代主机需要有支援HDMI 2.1的电视或是萤幕 才能够发挥完全的效能 原先所谓的HDMI 2.1代表的是新版本的HDMI接头 虽然长得跟2.0一模一样 不过不同的是传输的频宽更高 可以支援高达4K 120Hz的更新率 除此之外还有可变更新率 VR 自动低延迟模式 ALM 动态HDR等等的额外功能 以前买电视和萤幕只要认HDMI 2.1 就会包含以上的功能 不过未来就算是看到HDMI 2.1规格标示 也不见得就代表说有支援上述 这些你以为应该都要有的新功能 国外媒体TFT Central 发现了一款小米的电视 虽然标注着HDMI 2.1 但功能却跟我们所认知的2.1很不一样 仔细一看产品下面居然写了一串小小的蛋书 因HDMI认证产品细分 HDMI 2.1分为TMDS和FRL两种协议 看不懂对不对 没关系我们也看不懂 TFT Central就很好奇的写信去问了HDMI认证许可的单位 结果得到的回答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大概的意思是说 以后不会再有HDMI 2.0这个规格 2.0的功能会并入2.1 原本那些2.1应该有的功能 4K 120Hz VRR ALM之类的 现在都会变成所谓的选配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所以就算是HDMI 2.0的线或是接口 如果厂商想要的话 以后也可以全部都叫做HDMI 2.1 唯一的蛋书就是需要另外标示这些所谓的HDMI 2.1 是有支援哪一个具体的功能 虽然出发点可能是好的 似乎是想让厂商把支援哪一个功能都写清楚 但实际情况上 一定会有人只看了HDMI 2.1 然后就开开心心的买下去 结果才发现没有支援他想要的功能 只能说这些设定规格名称的人 跟微软一样都是人才 取个名字都可以搞得天下大乱 按照这个命名的方式 以后市场上的HDMI 2.1 一定会乱象百出 各位未来如果要买新的电视荧幕的时候 记得记得千万要看清楚 上个礼拜举办的The Game Awards TGA游戏大奖 不知道各位喜欢的游戏有没有得奖呢 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节目当中颁发了各种奖项之外 还有一大堆的新游戏预告片 当然还有满满的广告 举办当天更是创下了210万观众在线观看的佳金 在2021年最多人观看的游戏展会中 更是拿下了第4名的成绩 这次的颁奖典礼中有各种影视产业的大咖云集 也有很多让人意外的新游戏发布 但整场最欢乐的一幕 应该就是年度大奖颁给了双人成型的桥段 负责制作双人成型的Joseph Ferris 可以说是出了名的不受控 还会乱开地图炮 过去就曾经在2017年的TGA颁奖典礼中直接暴走 这种超乱场的行为 让主持人Jeff Keighley都不敢随便再把麦克风交到他手上了 不过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世 这次让他赢得2021年的年度大奖或给他麦都不行 当然Joseph Ferris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毫不客气的地图炮继续开 即使当初传そ的 cracking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满意的完美大结局 不过以话题性来说还是蛮欢乐的 除了这一幕之外 颁奖典礼中还有一幕是让我激动到跳起来的 就是扮演、二陵古堡村庄里面那位 高大räge血鬼阿姨的女演员Maggie Robinson 他那个让人脸红心跳小鹿乱撞的演技 让他在这一届的最佳演出奖项里面 击败众人 爆回大奖 这边要额外的科普一下 《惡灵古堡》里面是他职业生涯中 第一次演出游戏中的角色 也是第一次拍摄动态捕捉以及配音等等的 真的算是蛮厉害的 而且他这次颁奖时候穿的衣服也特别的厉害 看得是心花怒放 像这些经典的桥段其实都是 TGA吸引人的地方 能够看到自己支持的演员或是游戏 如果可以得到最终的奖项 自己也会发自内心为他们开心 虽然 TGA 不时都有人在质疑他入围奖项的选择方式 或者批评他太过商业化了 颁奖的部分太少 宣传的部分太多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TGA 的影响力的确是一年比一年高 各家游戏厂商也是争先恐后的 想要把自己的游戏放在这个平台上曝光 今年虽然索尼跟任天堂都没有在游戏大奖中宣布什么东西 但整个典礼中还是有近50部独家的游戏预告片播出 几乎跟每年在6月举办的E3展有的拼 成为每年除了E3之外 最重量级的游戏宣传平台 今年要是错过了也没关系 TGA 是一年一度的 明年同样也是会在年底举办 到时候我们可以再准备好爆米花 相约一同看直播 回到TGA游戏大奖 可能很多人会很好奇 那个大奖评审的过程到底公布公平 如果真的公平的话 那为什么会在2020年选出10分之10这种优秀的游戏成为年度大奖呢 嗯 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必须要简单的解释一下游戏大奖的投票机制 以今年来说 负责选出所有奖项的评审 是由103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游戏相关媒体或机构所组成的 每一家评审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奖项类别 像是最佳美术 最佳叙事 最佳独立游戏等等的 每个各自提出5个觉得最合适的名单 综合这103家评审提出的名单之后 会计算每一个类别里面 前5款游戏最多评审投票的 就会入选该类别的提名 也就是开奖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入围名单 接下来选每个奖项的赢家的时候也是一样 由这103间评审 在每一个分类各自投下谁应该获奖 这个阶段评审团所投出的票占比是9成 而玩家在线上投票的结果只占了1成 统计所有结果之后 得到最多票的游戏就是赢家 那这样选出来的奖项到底公不公平呢 从机制上来看 103间的媒体机构 至少有数千人都参与了这项奖项的投票 这个基数是真的很大 的确是不太有可能 因为某一间游戏公司厂商偷塞钱 就能赢得奖项把奖杯爆回家 但这样的机制 本质上其实比较像是有一大堆的游戏媒体人 选出哪几款游戏的知名度最高 知名度高常被媒体讨论的 宣传的最用力的游戏 就有可能入围甚至得奖 而且这么多的评审团 在评审的过程当中 彼此之间是不互相沟通的 完全是依照各家自己内部的方式 来选出入围名单和获奖者 有的也许是全公司全体一起投票 有的可能是资深的编辑才有投票权 这个部分游戏大奖没有规范 所以每一间可能都不一样 而且游戏大奖当中 不存在需要说服对方的过程 像是透过讨论 为什么这个游戏应该获奖 这个游戏的优点缺点在哪里之类的 来达成一致的共识 没有 真的就是他们爽投谁就投谁 而游戏媒体的观点 通常会因为接触游戏的多寡 玩游戏的密度 以及是不是需要自己掏钱来买游戏 等等的许多原因 造成跟一般玩家的观点有所差异 也因为这些认知上的差别 以大量游戏媒体作为评审团的游戏大奖 选出来的结果有时候才让玩家看起来觉得 我为什么选这个东西 每次都只会选那些有名气的游戏 尴尬啊尴尬啊尴尬啊 等等这类的评价出现 虽然游戏大奖的选拔机制不算完美 但它的存在 除了能让那些做游戏给我们玩的开发者 得到更多的肯定 还能提供一个让游戏开发商们宣传最新游戏的平台 与其把它看作是正统的颁奖典礼 不如把它当作是像E3一样的游戏胜会 然后有额外的颁奖性质就好 这样喜欢的游戏有得奖可以顺便庆祝 就算没得奖也不用太在意 如果不小心是10分之10得奖 那就...那就当这一届重缺啦 没有发生过假的不用太认真 毕竟每一个玩家心中 一定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年度游戏 那今年你们心中的年度游戏是哪一款呢 影片看到这边 请各位朋友顺手可以帮这支影片按个赞 这能帮助影片更容易被推送出去 感谢各位的帮忙 那接下来按照惯例打一个不是广告的小广告 微软为了庆祝XBOX发售以来的第20周年 专程打造了一部叫做Power On的纪录片 里头记录了XBOX这个品牌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从当初怎么说服比尔盖茨踏入游戏主机这个行业 到最初初代的XBOX是如何赶牙子上架 甚至还有提到XBOX的各种黑历史 像是错过了GTA成为自家独占游戏 三红危机或者强推Connect 以及电视功能等等的负面事件 微软这次很大方的专访了当初的负责人员 除了把这些事情全部摊在阳光下给全世界看之外 还从中检讨分析问题到底错在哪里 不管你是不是XBOX的玩家 这一片我们都是超推荐 非常的有趣 完整的纪录片总共有6集 现在全部都在YouTube上面可以找到 影片中也有完整的中文字幕 第一集的连结我们会放在下方 不是广告的广告就先到这边 这里再额外宣布一则消息 感谢微软官方以及结缘 每周提供2张14天的XGPU卡 来给各位偷闲交战的观众做抽送的活动 抽送很简单 只要在下方留言 针对本周的任何一篇新闻游戏 或趣闻做评论或感想 就符合抽奖的条件 详细相关的规则以及开奖的时间 我们会放在置顶留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过去的一周 有哪些新游戏可以玩 Pray for the Gods 巨神狩猎 看到这个画面 很多人应该都会直觉反应 诶 汪达与巨像 没错 这款就是在致敬汪达与巨像 再加上了一点萨尔达传说的影子 这款游戏是仅有三人团队 nomada studio 开发的 历经了三年的抢先体验之后 终于在12月13号发售了 故事讲述在一个长期延洞的神秘岛屿 玩家扮演一个小虾米 使用勾索滑翔翼等工具 爬上巨型生物的身上 找到弱点一一击毙 揭开隐藏在岛屿背后的真相 除了要面对巨大的生物 同时也要吃饱穿暖 如果只是单纯想要过剧情 也有故事模式 如果你是勇于挑战自我的 也有残酷难度 游戏大约4.5个小时可以通关 制作团队还有持续在开发 更多的怪物等玩家来挑战 The Gunk 年翼 这是一款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 太好了不会晕 Runny 和伙伴Vax 开着艘破烂小飞船 在宇宙间各个星球间穿梭 寻找有用的资源 采集收集之后变卖 赖以为生 无意间来到了一个 被黑乎乎的黏液覆盖的星球 这些黏液似乎有着强大的商业价值 而在清理收集这些黏液的时候 星球也露出了原本美丽的模样 并且发现这里曾经有过文明 我们要一边清理Gunk 一边打退各式各样的生物 这些不友善的生物和文明的终结 似乎都和Gunk有关 主线剧情大约4个小时 这款首发当日12月16号就上了XGP 香 Chicory A Colorful Tale 神笔狗粮名字很可爱 一款2D 欢乐闯关 休闲意志游戏 我们要扮演一只神奇的狗狗 利用手中的魔法画笔 大笔一挥 字一挥洒色彩 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画布 使用神奇的画笔与周遭的环境互动 解开各种谜题 挖掘隐藏物品 随着进度可以解锁更多的绘画技巧 到达更多之前去不到的地方继续为这个世界填满色彩 游戏中有超过100只的动物小伙伴 还可以多人合作与朋友一起图图摸摸 游戏时长8.5个小时 这款其实在今年的6月已经在PC跟PS上面上架了 这周是要登上Switch 刚好适合大人小孩 是个合家欢乐的精美游戏 又到了每周的游戏趣闻时间了 各位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应该都曾经幻想过 手里面拿的文具 手机或者电池充电器 把它想象成是某一种武器 行云流水的把零件和电池拆开或装进去 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某种愉悦感 国外就有一位神人 知... 最近不知道是哪个无良机关 把我的电话资讯卖给了推销投资的 一个礼拜可以打10次电话来 还有好几次是我在睡午觉 非常的缺德 我好生好气的跟打电话来的妹妹说 麻烦请你帮我把这个号码备注起来 不要再打了 但是隔天继续打 推销的内容还都一样 要我加入什么股市讨论群 后来我就突发奇想 所有未知来电的号码接起来都用 Hello 不用喂 然后发现打来是推销的 我就赶紧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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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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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他就挂掉了 过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再打来啦 嘿嘿